1944年6月6號大批盟軍鋪天蓋地 乘風破浪而來 時至今日已經是79年前的事 當初如果謊報年齡 抓17歲好了 現在還健在的話也都是快逼近百歲人類等級了 堪稱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動員兩棲登陸作戰 俗稱的D-Day aka大君主行動 Operation Overlord又名端午節 因為我媽之前都以為這是Dragon Ball Festival 端午節的縮寫 直接取龍手當縮寫 一舉搖斬掉那個D-I-E代表什麼的迷思 是指定日Destinated 毀滅日Doom 決斷日Decision 還是Day 1 is not open 沒錯 講到洛曼蒂搶胎 基本上一定會提到這部經典電影吧 Tamu Shushu與PomPom的FR國型 前面20分鐘的海灘登陸螢幕 成了90年代 甚至是後人相超越 都難得戰爭片之巔峰 我已經看過太多那種 主角因為爆炸坡 衝擊啊 戰爭片的二名 慢動作的致敬場面 震撼到連老兵進戲院觀影都快犯PTSD 憑什麼就只有你史蒂芬大島 能讓親歷者那麼有共感 因為其中很多鏡頭語言不乏 又像我們的名戰底攝影師羅伯特卡帕來借鑒一番 風格時常給人種神離其境 和不修蝙蝠的寫實感 我覺得這也是當初導演和攝影師雅努斯卡明斯金想傳達的 滿早即決定好會拿前輩的作品當作拍攝腳本 沒有要走好萊塢成本大致做的類型 反倒希望成品像是一群戰地攝影師 拿著16毫米底片在現場實拍的味道 今天就想藉由D-Day終年之際 來聊聊這二戰經典攝影集和它背後的爭議 重返二戰故事 Youtube廣告依舊很有事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黃標世界報 你可以講真正劇是沒電話害怕的那個男人 所有的另一個賣特別救的故事 都會匯集到這本黃標小書 OK 1913年出生自奧匈帝國的猶太家庭 卡帕先生 本名為安德魯弗利德曼 原先在柏林的照相關工作 但明顯1933年的排遊風浪行情 迫使他移居到了法國巴黎 身為現在很紅的自由工作者 曾參與並報導過 西班牙內戰 中國抗日 WW2 歐洲戰線 第一次以阿翰印度支那戰爭 等5場20世紀最主要的衝突 當然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 舊飛奧馬哈海灘上的 親生經歷莫屬 在個人回憶錄 slightly out of focus 歇許是教內寫道 1944年6月6號 我決定跟進梅軍第一波士兵 一連挺進 洛曼底海灘 明明還在幾公里外 第一響清楚的爆裂聲 一喘到我們的耳中 我們在舶船內 壓低姿勢 遮擋住眼前緩緩始入的海岸線 第一波剛卸載完 士兵回來的登陸艇 從我們身旁經過的黑人水手掌面帶微笑 並給出了勝利V手勢 現在的陽光悄悄亮的足以照幾張相 我把康史的相機從防水油袋中拿出來 我們的舶船碰撞到了法國的土地上 水手掌放下鋼子舶船前部 映入眼簾的機勢突出水面的機胎鐵製障礙物 與烏煙瘴氣的陸地形成一直線 那就是我們的歐洲Easy Red海灘 雖然文筆已經夠平易近人 但讀原文還是有很多翻譯不出來的味道 時間背景是6月6號上午6點30分 當時作為生活雜誌的截然記者 卡帕先生跟隨著第一師第16步兵團的一連部隊 登陸奧馬哈海灘 第一批總計有15波LCBP登陸艇 他是屬於第13波的成員之一 沒意外的話是和該團長喬治特勒上校的一同踏上法國 指揮官自己親自下海來 真的會讓底下的弟兄們戰力加倍 他曾對著呈現炮彈休克正折柱的同袍士兵說道 有兩種人才停在沙灘上 分別是已經或將要掛點的這兩類 所以現在讓我們棍出這葬身之處 這段經典名言 我覺得電影《強救連人打兵》裡面也有偷渡一下 記得是一陣耳鳴後 大家向米勒尚未問到說集合點在哪裡 然後他回應 Anywhere but here 總之就不是在這裡 冥冥之中湯姆漢克的角色成為了受難者的一盞明燈 -什麼的拘捕點? - anywhere but here 我的摯愛發果竟變得如此誤會和不歡迎人 德軍機槍在此同時還不斷射向我們的船舶 打亂我回歸的性質 同船弟兄們拔射至機腰身的水域 步槍就射擊位置 反登錄裝置和濃煙沾滿了背景 對於攝影師來說簡直簡直完美 我駐足在踢板上一下 為的是拍下這場公事的真實一幕 所以時候想理所當然的叫我給我快滾下船 因為遲疑所以沒有辦法完美紀錄下那一刻 隨後從後方在被捕出來的那一角 就更輕恥不過了 直接把當代的網美打卡經典的拍照心態 給搬到奧馬哈海灘上 乍聽之下都覺得這些故事說得過去 但如果硬要專業一下好不好 其實卡帕自己的個人回憶錄 和所有人類的記憶相同 都有許多與事實不符之處 像是在裡面也聲稱說 在6月8號又與其他記者會和史 大家都很驚訝啊 我以為我已經去了 因為說有看到脖子上掛著相機的屍體 在水面上漂浮 暴時中48小時 據官方的說法我已正式死亡 統計人員也發布了相關復文等等 但其實整段事件被科爾曼為首的學者 就說來說根本沒有發生 沒有查到任何官方副本 深查日誌上也無相關記錄 內容純屬虛構 但感覺蠻適合搬上打螢幕 後事將卡帕的回憶錄抽絲剝繭來檢討 認為他對於二戰的描述過於扭曲 靠字扁和幽默來抬高自己的地位 比起史料他更適合被評選為 刻意將自己敘述成英雄角色的聖人傳記 的確誰有事沒事 會站在登陸艇開口笑的地方慢慢取景 我們之後在卡帕殿下神壇的那一段 還會再引用到這篇打臉長文 海水有夠冷 其實我們離沙灘有幾百公尺的距離 自彈撕裂在我身旁的水域 我跑向最近的鐵字障礙物 同時間一名士兵也過來 和我在同一處找掩護了幾分鐘 他卸下步槍上的防水套件 開始朝煙霧瀰漫的海灘盲目設計 感覺開槍聲也無意識地幫他撞了膽 於是那名士兵離開掩體 留下了更多空間給我一人 就此感覺比較安全後 拍下這一張照片 和我一樣在找掩護求生的人們 真的還富有滿滿的電影感 放上任一段哈姆叔叔的歉意感都無為何 這卷底片的開頭被刊登於1944年6月19號的生活雜誌頭版 在接近百年前還能夠在戰事爆發十幾天後 印刷成冊也算是蠻及時的報導了 史學家從這張卡帕的照片推算 應該是靠近羅曼迪地區的濱海克勒維爾市政 沒想到羅曼迪的大西洋壁壘成了當下每位士兵的微型避風港 可以看到已經有地史缺口突擊隊的成員在更前方 那斗大魔改雪曼迪地豈有數字10的字樣 應該就是卡帕口中的兩棲戰車開炮 蹲出我往下個岩梯停靜 明顯他本人不是什麼武器專家 技術上來說更並非如回憶錄所述的 No.1第一波 士兵們手上少了重磅的破壞工具 更多的是油料防水袋 推算很可能是現在很夯的 哼怒銀器材或無限電設備 方便該單位的弟兄們 依上岸機能快速建立起指揮少戰之類的 我丟棄本種無用的浴衣 在載夫載成的屍體間移動 我集中甚至想辦法進行最後一藥 試圖抵達沙灘上 德軍這時丟出了所有的機器 各式槍炮彈藥阻擋著我與沙灘的距離 躲在戰車後方我默念著 在西班牙內戰那段日子常說的 這件事情還嚴重 事情大條了的西班牙語 好不容易趴到沙灘後 在回憶錄裡面還寫下了幾段有點莫名的邂逅 像是遇到前晚一起打破壞牌的中衛 在一沙灘清洗的處壓低身子一起找掩護 他問卡帕他知不知道他剛看到了什麼 我們的主角當然不知 那他小聲回覆說道 我跟你講說你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我媽在前院揮舞著我的保險單 反正我們也無法準確證實這有無發生過 只是軍中真的應該也不缺這種 見過大場面的勇者 還永不退流行的媽媽笑話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他真的與實際下場的弟兄們異常的近 基本上定義了 我需要身歷其境 近在咫尺的風格 完美體現卡帕自己說過的一句話 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好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靠得足夠近 為在場所有被女生行過拍照技術的聲勢們 莫哀 原來院下質疑要靠近一點 透過相機快門凝結戰爭暴力與殘酷的瞬間 攝影師只要靠一張照片就能名流輕事 西方治療庫很屌的事 還可以真的在事後只認出這些人是誰 許多年後的訪問找到這些阿兵哥們 且表示超訝異 當時怎麼會有個記者在那邊跑來跑去 甚至還有EC記憶 有一名攝影師將我從水中拉了出來 在上一張照片你可能還活著 然後在下一張就已經失去生命了 真的是運氣好 因為Easy Red海灘剛好處於德軍防守陣地的兩個戲風間 事實證明受到的火炮和蕭侯軍武器攻勢是相對弱的 和電影一比就知道 沒有明顯的機槍碉堡 沙灘的距離也比較淺等等 所以剛剛提及的第十破口突擊盾 還可以開著血蠻改裝的裝甲推土機上岸 為的是要在弓兵炸毀障礙物後殺出一條血路 這點在電影中也有被完美復刻出來了 由戰鬥工兵營和海中戰鬥爆破大隊 俗稱的海風隊Seabees 所組成的鋪路工 當天總計有16個破口要處理 他們在那片比台灣交通還亂的海灘上擁有最大官威 基本上要為後勤、補勤大隊和戰車開路 所以你們都要閃遠點 可以從頭盔上的識別圖案 認出這些陣亡率超高的英雄 但上述的生活雜誌在刊登這張照片時 卻聽信了卡帕的說法 嚇了他們勢在躲避炮火的註解 幹 工程組戰士明明在認真上班 卻被媒體形塑成按摩魚撈腫 大概是現代媒體 捕風作飲的 祖師也級別了 史學家後續推算 卡帕應該在那片沙灘熱區 待了至多30分鐘 也可能是15分鐘後就離開前線 在回憶錄中也有寫到 自己類似恐慌症的PTSD發作 開始不由自主地拿鐵槍 想在沙灘上挖洞 輾轉和傷員一同回到船艦上 剛好趕上是最後一波第16步兵團的人 要準備下海 他再度重返回到Easy Red 已經是7天之後 並在回憶錄提及自己當天拍攝的結果 因為在暗示處理底片時出了包 導致106張照片只有8張能被救回 整件事大概在近10年被後事反出來說 欸疑點蟲蟲啊 也就是剛上述的獨立工作者 科爾曼老先生 寫了他落場26分鐘閱讀時間的文章 超級有理有據 對那些消失的影像提出質疑 包含原先攜帶和救回的 Log底片數量根本不正確 應該有11張而不是8張嘛 會故意加上下引號 是因為已經查證的底片不應該如他所述 在目之轟甘機中就這樣被燒毀 模糊效果也很可能 並非那場不存在的災難所致 咽下之意 科爾曼先生直言 我們的卡帕大大 很有可能只是為了趕節稿日期 在現場按了11次快門後就走了而已 但是後來自己加油添醋 給了龐大的世界觀背景故事 我只拍了那麼多 和從火箱中救回 只剩這些 當然是後者聽起來比較epic 被時代雜誌冠上了 傳奇十一章 The Magnificent Eleven之美名 每年D-Day慶祝日 各大媒體都會重複傳唱的事蹟 只是經過今天的解說 好像更添一股為個人名勝的銅臭味 火箱頭的歡樂時刻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每次到五天一定會上新影片 所以歡迎按訂閱還開啟小鈴鐺 還有一個批讚 抖內平台 有快150位觀眾朋友讓我持續大聲 因為頻道調性和黃標盈利問題 所以超級感謝在我身旁的英雄榜單 就算裡面不像ONIFANS一樣 可以看我的特殊照片 但諸位大大依舊願意接受麻煩的英文介面 鬥出自己的辛苦錢 如果喜歡我的離奇幽默感 和軍事軟硬和交雜冷知識 一個人一個月一杯咖啡而抖內 會發現我們離最低基本薪資 明年的基本工資 十星潮 大家更靠近一點 每個月會選一天來和大家瞎聊直播 累PODCAST給頻道會員些回饋 想說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按讚留言 我不一定會回覆但我真的都會看 所以我們大概先到這邊 我要的確實 你可不可以解釋的確實